是不是要出女 来来来来 进来进来 因为这次的老板点名要出出女 为了装得更像点 阿玉表现得非常害怕光 当老板把窗户关掉后 他又闭着眼睛要求把灯关掉 老板可不是傻子 一关灯岂不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于是他把灯掉的稍微暗了些 看着老板急不可耐的样子 阿玉又担心地问 你温不温柔啊 我很温柔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做 哎呀 我会教你啊 随后男人当场给他做了示范 人家说很痛哎 哎呀 别听人家胡说 就像蚂蚁咬了呀 真的 真的 阿玉听完这才装着胆子过去 看得男人直呼正点 可当看到男人脱了衣服后 阿玉尖叫着躲进了厕所 老板气得出门找马夫阿明算账 阿明一听赶紧去劝他 哎 阿玉 你这是干什么你 不要这样吧 看着阿玉哭哭啼啼的样子 男人立马掏出一把小费 阿玉一看立马摇头 男人见此又加了一把 但阿玉还是摇头 直到男人把口袋里的钱全掏出来 阿玉这才勉为其难地点了头 阿明刚拿着钱走出房间 就被阿玉的尖叫声吓了一跳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骗取更多的小费 阿玉是表演专业的学生 这天他来到香港找工作 凭借着出色的外貌和妖娆的身材 马房区的老大痛快地接收了他 一旁的马夫们看他长得漂亮 纷纷凑上钱毛遂自荐 这时马夫阿明正被两个姑娘数落 怎么搞的 太没出息了吧 可是明明说好了 要一件双雕的 当然应该收两分钱 随后阿明就被抛下了 但阿玉却拒绝了周围的马夫 独独选中了阿明 只因他觉得阿明是个实在人 开业之前当然是先检查业务能力 阿玉马上给他表演了任人宰割 一支独秀和最高境界 这一幕看得阿玉一愣一愣的 他觉得像阿玉这样的做法 是绝对不可能有回头客的 但没想到客人就喜欢阿玉这样的 因为是学表演专业的 因此当客人指名要空解时 阿玉模仿的那叫一个微妙微笑 客人由于太过满意 当场给了他一个五星好评 凭借着高超的演技 很快他就包揽了整条街的声音 回头客更是数不胜数 哎呀不做了这么晚了 上教有点歇会儿啊 哎 哪里啊 豪华 立刻到 面对阿明不理解的眼神 阿玉什么也没解释 其实他只是为了积攒学费 圆自己一个出国留学的梦 我一回去了